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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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很多青年人投身社会 其實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些甚麼工 生涯規劃應該從小做起 不如讓我們看看 身兼法律界多個要職的 香港律師會副會長彭韻希女士 她究竟小時候 是怎樣找到自己的人生志趣呢 我覺得事業是人生很重要的一環 小時候我也不知道想做甚麼 但因為爸爸和很多小叔伯 都是做律師的 他有帶我去參觀法庭和律師樓 中四、中五又去過律師樓做暑期工 發現做律師是需要很強的分析能力 但學到的法律知識 亦能幫助人和生活很有關係 慢慢在這方面我就產生了興趣 做律師可以運用我的法律硬知識 幫助客人解決問題 令客人安心 亦可以拉近人和人的距離 令人有滿足感 在這裏我希望同學可以多些做暑期工 增廣他們的見聞 認識多些人 亦可以了解每一個行業的特性 和他們興趣的所在 我們香港律師會都有和很多學校合作 舉辦生涯規劃的活動 讓多些同學可以了解法律的知識 認識自己的權利和義務 解決日常生活遇到的法律難題 亦希望他們了解多些 如何成為我們法律界的一份子 生涯規劃是可以幫你活出精彩的人生 我是鼓勵青年人 認識自我 定立目標 培養個人規劃和反思的能力 同時是要放眼世界 托闊視野 為個人的目標而奮鬥 大家記住 生涯規劃見人才 活出真我 創未來 加油